据美国媒体报道 当地时间6月12日 美国总统特朗普在接受福克斯新闻采访时 否认了万一在11月败选 他会赖在白宫不走的可能性 特朗普表示 如果他没有赢得选举 他就会继续做其他事情 这份言论是特朗普对这一问题的首次公开表态 也是对拜登的隔空回应 此前一直有一种声音 说担心11月的大选结果出来后 如果特朗普发现自己败选 他可能不会自愿离职 就连前副总统拜登已在接受电视采访时表示 特朗普可能不会有风度的接受失败 当地时间6月10日 拜登在接受每日秀采访时警告说 特朗普可能会通过压制部分民众投票 来窃取这次选举 他提到了总统对邮寄投票的强烈反对 以及他毫无根据的指称 邮寄投票存在欺诈 拜登同时警告称 如果特朗普在11月的大选中 落败后不肯离开白宫 他会让军队送起离开 此前鲍威尔 麦尔斯 登普希 穆伦 这四位美国前参谋长联席会议主席 都集体发声指责特朗普 其中鲍威尔直接谴责美国总统特朗普 对全美抗议的应对被离宪法 同时公开表示 在今年11月的大选中 自己将票投给民主党候选人乔拜登 这些证据都表明 特朗普正在失去美国军方的支持 听到四位参谋长出来和特朗普撕破脸皮 竟跟对手拜登表示自豪 他认为这是对特朗普试图镇压 全国性抗议活动的斥责 拜登表示 如果特朗普在输掉大选后待在白宫不走 他相信到时候一定会有军队送他离开 拜登发出这一警告的同时 在最近的民意调查中 拜登全面领先于特朗普 其中CNN发布的一项民调显示 特朗普在支持率上落后对手拜登14个百分点 民众对特朗普的满意度也下降至38% 因为对美国的新冠疫情和骚乱应对不当 特朗普的支持率连连下跌 面对竞选底气似乎也没有那么足 不过尽管特朗普表态 自己不会在输掉大选后待在白宫不走 但他仍坚称 如果自己不能连任 对美国来说将是一件非常糟糕的事情 一直以来 特朗普经常在这个问题上挖苦批评他的人 除了公开指责选民普遍存在的舞弊行为 并声称美国选举受到操纵之外 特朗普有时还暗示 他的支持者可能会要求他在第二任期结束后继续留任 感谢观看